拜见圣医 圣医 圣医 圣君敢念你游历四方 就知万民 七日后将在您的故乡云城 为你举办授讯仪式 圣君有心了 对了 帮我给云城的住家 发一份邀请函 五年了 我可以见灵溪太多 事实不补偿她了 是 圣医 我在云城有几个心腹 定将圣医的续情办到 授讯仪式 您的灵溪 成为云城最终的明珠 妈 朵朵治病的钱不能再拖了 我求救你了 妈 你见识 我还安排你跟孔少睡觉 你竟然放人家鸽子 你现在为了那个小贱货 你过来求我 妈 我不能做对不住英雄的事 好 你不能做 我来做 好嫩啊 平常不让我 这下 看你怎么反抗 孔少 楼上房间呀 都给你准备好了 孔少 干什么 你说我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孔俊杰 孔俊杰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干 灵溪 什么人 赶来这里撒影 走开 早说 孔俊杰 你个狗东西 你还回来干什么 我女儿和孔少的事 可是关系到今日后 国手圣衣的授薰仪式 你别给我乱来 英雄 你给我站住 孔少 哎呀孔少 我实在是拦不住她呀 灵溪 我回来了 这次回来 绝对不可能让你受到半点委屈 你行 你快走 你逗不过住家呢 放心 你逼迫 你逼迫灵溪 就是想要国一胜手的授薰邀请函 我跟你说了 你也不懂 你知道这邀请函 因为这什么吗 这个邀请函 我已经派人送过来 马上就到 断英雄啊断英雄 你说这话 也不怕被别人笑掉大牙 你以为这国一胜手的邀请函 他是大白菜呀 英雄 五年不见 你怎么这么虚荣啊 国一胜手的邀请函 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 国手圣衣授薰仪式的邀请函 都是经过我们孔家发出去 你这种垃圾根本没资格见 孔商 你说的对 断英雄这个狗东西 他就知道导乱 国手圣衣授薰仪式邀请函 万金难求 像你这种垃圾根本没资格见 可惜 你连撒谎都不会 趁我现在 还有点兴致 你老婆 给我睡去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在旁边看着我坐着 毕竟我这个人很大 孔少 你这是在找死 放死 你个狗东西 你怎么跟孔少说话呢 灵心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要是照顾不好孔少 你和这废物生的那个小杂种 可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灵心 我毕竟我孩子了 孔小姐 如果你拖欠的手术费再不补齐 我们总能把孩子从手术室拉扯 是死是活 我们也不管了 陶医生 我求求你 你别放弃我女儿 我马上 马上打钱过来 我的钱已经准备好了 就看你表现了 朵朵明 请我花小钱 我求求你 求求朵朵 我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 哎呀 你求我干什么呀 我又没有钱 孔少刚才说的话 你没听到吗 孔少有的是钱 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 朵少 起来 我怎么舍得让你求我 趁我现在对你的兴致还在 你现在脱一件衣服 我就给你十万块钱 就是啊灵心 你要是把孔少伺候好了 别说这点钱了 就凭孔少的关系啊 就是让国手圣衣出手 救那小野种 那都不是不可能的 而你这个当母亲呢 还这么爱惜自己的身体 灵溪 你疯了 女儿身边告诉我就行了 我可以治 你亲自治 你同医术吗 你有钱吗 灵溪你相信我 我回来了 什么都会有的 你别吹牛了 孩子病得很重 现在的手术也只能是 宝宝 要想决于 还是得要国医生 手中决于事的邀请函 是你相信我 跟我来 明白 明白 圣衣邀请函到 学老大人只说我送了 却没说具体送到朱家那位 英雄 这邀请函真是你派人送了的 我的好女婿呀 你可真有本事 我就知道呀 这五年以后啊 你必是王者归来呀 这不可能 段英雄这个名字说出去 谁都不认识 怎么可能有人给他送请净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表情还给我 你可以走了 你是谁 你和朱家有什么关系 段狗熊 露馅了吗 差点我就给你 做师者 好久不见 你是孔家那小子 对对对 我是孔家的小孔啊 做师者 这个小子千万不能把他放了 他刚才可是打了玄鸟大人的名号 招摇撞骗 而且能跟孔家 根本就不是一伙 对对对 我是孔家的管事 这个我可以作证 还有这样 不过国手圣医 寿勋仪式在即 见过去 如果你不方便动手 让这件事情 往上面报 到时候 自然会有人处理这小子 放心吧 此事我定会上报玄鸟大人 会有人来处理的 既然 祝家管事在这 这邀请函 我也算是送到 哎呀 哎呀 脸肿不肿啊 敢冒充玄鸟大人行事 真是狗胆包天 准备等死吧你 我呸 哎呦 我差点被你这小子 给骗了呀 我说了 你这狗东西 怎么会有 那么大的本事 原来这邀请函呀 是给我住家的呀 你们要搞清楚 现在这个家里 只有祝灵溪之心 你个大骗子 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你了 你最好马上给我滚 免得连累了我闺女 英雄 我没指望你 顶天忆 但我也没想到 你会 成为一个虚荣卑脸 满口谎言的人 李希 说了有点小误会 那个邀请函 真是我派的 够了 别再说 我的祝大美女 邀请函 你已经看到了 想要你女儿 痊愈的话 你还有机会 你跟国一胜手 很熟吗 说 你不会说 你认识国一胜手吧 不行 你别再骗人 我不想听 你自己让我失望 我受够了 周小姐 最后期限已经到了 你女儿的氧气管 我们已经划掉了 赶紧来院处理 哎呀 你口口声声说 爱自己的女儿 结果也只是嘴上说说 一点实际行动 也不愿意付出 可怜的朵朵啊 你在天上 可不要怪你妈妈呀 啊 哈哈 林心 你再相信我一会 不要嫌这个混蛋的 只要你赚钱就躲透 我这辈子 就是你的了 下跪了 口声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求救你了 只要你转身就躲透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林心 不用像这种垃圾下跪 我可以救我们女儿 我不求她 难道跟你一样 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女儿 活生生的闭死 朱大美女 我改变主意了 我不要你求 我要她求 只要你跪散 把我的鞋给挺干净 你就让国手生一出手 孔俊杰 你知道逼我的后果是什么吗 一望去多使 您早前说了 你拿着国手生一 寿宣仪式的邀请 招摇撞天 你呀 死到临头了 谁死到临头 你死定了 居然惊动云城城主 浮阳山 这下子你舔我脚趾的都没救了 一定是左使回去汇报惊动了你吧 就是这个人 居然敢拿国手生一 寿宣仪式的邀请函 招摇撞天 孔少 求求你 饶了英雄吧 他不是故意的 贱人 什么时候了 在我这里 你这么维护他 也要让他死 对柱小姐无礼 跪 欧阳城主 放开我 王阳城主 你是不是搞错了 城主 在我们住家 孔少可是贵宾 你们不能这样 在我的面前 没有你说话的分 动手 是有请还是我 张嘴 苏小姐 国手圣仪有请 城主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邀请函 明明是 左使送到我住家 给 给孔少的 我 家这堆狗屎 也配左不臣 亲自送来这至尊邀请函 什么 至尊邀请函 就是传说中 那个可以得到 国一圣首的邀约 一起同坐的 至尊邀请函 没错 正是这至尊邀请函 方能显示 国一圣首大人 对朱小姐的重视 朱小姐还请 务必得到 好 我一定去 这畜生怎么是 朱灵溪 你想清楚了 只能邀请来 国手圣衣 救你女儿的命 都死到灵头了 还敢威胁灵溪 像你这种恶人 活在世上 是对这个世界的玷污 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 真正地玷污了 这座邀请函 是他从一开始 拿着邀请函 招摇撞骗 你敢打我 这一巴掌 是替灵溪打的 打你侮辱 她的轻牌 这一巴掌 是替我女儿打的 你竟敢拿她的生命 威胁灵溪 端英雄 你不能让孔少死在这儿 你这样会害了灵溪的 别挡了 别挡 你再也不敢 现在就打电话 现在就打电话给唐医生 让他全力抑制你女儿 我的女儿我自己会指 段先生 如果您不方便 可以让我的人来处理 交给你处理 姓段的 我孔家跟你没完 我要你全家死绝 女婿 女婿 这不关我的事啊 都是她逼我的 说 我女儿在哪家医院 南 南城医院 对 对 就是那南城医院 走 去南城医院 英雄 我们连手术费都没有准备 就张空手去 会不会不太好啊 放心 有我在 保证女儿平安 周小姐 一百万已经帮您准备好了 城主 你这又是送我邀请函 又是送我钱的 所以你收下吧 能为生意做事 你是我的东西 真是一百万啊 欧阳城主 这种大人物 怎么还对我们这么好 而且 他刚刚 是喊你圣医吗 圣医 但是在喊你 谁叫你是 国手圣医 点名要钱的人呢 至尊邀请函 也只有我们家小公主 能获此荣誉 英雄 唐医生 我女儿呢 我太前来了 我太一百万来了 我女儿呢 我太前来了 我太一百万来了 我怎么知道啊 你是我女儿的主席医生 是又怎么样呀 我女儿去哪了 支票 这下你们的医疗费 算是付清了 我就勉为其难告诉你们 你们的女儿被人接走了 是苦家人带走了 你们的女儿 她留下了视频 那儿 那儿 那儿有视频 妈妈 救我 太棒 老婆 老婆 别信 放心 你这个世界上 欺负我女儿的人 一个都别想跑 大人 朱小姐已经安全送回住家 好 公知下去 我要清零孔家 大人 你要暴露身份 我也想低调行事 但爱合着云城的天 太黑了 我要用雷霆手段 换你狼冷乾坤 大人 当年断家被灭 似乎跟云城诸多世界有关系 是不是要一起算清 当年断家被灭 只剩我一个人 这次回来 确实应该守着利息 是 大人 天杀的断英雄 害得我孙儿 不能人道 可恶 爷爷 帮我报仇 你要帮我报仇啊 你放心 我们孔家和左使者交好 国首圣医的授权仪式的邀请函 有六成在我们孔家手里 以邀请函为二 已经通知 昔日和断家有仇的家族 待会儿 他们都会到来 到时候 就算断英雄 有城主的支持 也会被这么多的家族 碾压成渣 黑子 老爷老爷 刚接到通知 圣医要清理我们 真的 那 邀请诸家族 邀请对了 今天 就是 诸家族 见证我孔家崛起的时候 孔家族今晚之后 恐怕云城上下 要看你孔家的脸色了 孔家鸡犬升天 还望孔家族以后 也提携提携我们王家呀 城蒙吉言 好说好说 诸位稍等片刻 圣医不久就到 哈哈哈哈 孔家刘家 张家王家 当年灭我段家的四大家族 还都挺全啊 为了对付我 整出这么大阵仗 段英雄 你还真敢来呀你 我为什么不敢 你们这是龙潭还是虎穴 区区四大家族 我会怕吗 你也太高估自己了 段家的余孽 在我们孔家的眼里头 随手覆灭 我们四大家族齐聚于此 是为了胜利驾临 没错 其实是段家余孽 值得我们四家一起上 哼 笑话 你们不用等了 你们要的人 已经来了 嘿嘿嘿 孔家主 这段家余念脑子 是不是有病啊 他以为他是圣医啊 哈哈哈哈 孔家主 赶紧把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除掉 也都圣医不喜啊 段英雄 你还是这么自大 刚才你的宝贝女儿 喊着救命呢 可惜 她等来的却是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 交出我女儿 否则你们孔家 在云城除名 爷爷 别跟他废话 赶紧伤了他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段家余孽 有什么本事 要把我们孔家 在云城除名 睁开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什么一病啊 圣医令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个段家余孽的 咱们可能是圣医呢 孔家家主 现在 我有没有能力 让你们孔家 从云城除名 啊 圣医 都是孔家闹的事 不关我的事啊 圣医啊 你要学习孔家 我王家第一个支持 还请圣医让我等 相公帝国呀 圣医 我们张家 永远站在您圣医这一点 你们三个 过河太桥啊 孔家主 见到圣医 还不乖乖跪下受死 你做什么 你这个蠢货 敢跟圣医为敌 还不赶紧把圣医抱出来 还不快点 圣医 我没有对圣女做过什么 圣医 调过我吧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你真的是爸爸 妈妈说 爸爸会回来的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你声说 朵朵活不了多久了 爸爸 朵朵一直不能陪你了 朵朵你放心 爸爸的医术世界无敌 一定能把朵朵治好的 孔俊杰 请敢用我女儿威胁我 假 自从云城重名吧 你救我 圣医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求你 求你别灭了我们孔家 好 爷爷 别管爷爷 心狠熟了 没有了 可以再生 孔家没了 就真的没有了 圣医 我灭掉了我的孙子 你可满意 孔家主 做得好啊 好啊 这家伙一死 幸福拖累我们三家了 朵朵 把眼睛闭上 朵朵听爸爸的 想要 顿修 你好可能信啊 你们孔家这点小把心 有什么的过路 想不想死多深 啊 孔家主啊 我现在改变想法了 把你们孔家灭了 太便宜了 我要让你们永远 活在对我的恐惧之下 你现在是个废人 你个狗东西 他们赶紧 是圣医捕杀之恩 东西 圣医捕杀之恩 多谢圣医捕杀之恩 圣医 你还想怎么样 我孙儿被废 我们孔家 写后了 那是他咎由自取 与我和甘 孔家 你装什么糊涂啊 你们孔家 羞辱圣医圣女 死一个人怎么够啊 要我说呀 你那几十亿家产 也要献给圣医作为补偿 圣医 您觉得我这个意见怎么样啊 好 我给 我都给 那是 是我们孔家的财产 都在里面 包括 上市公司的股票 请圣医放过我们孔家 你好自为之 回家 我好了 一起对付 段家 余孽 你们三家 或许下 是 烦咬一口 谁知道 段家余孽 是圣医啊 难道孔家主 你要我王家 你一起死吗 就是吧 你以为我不想 对付那个段家余孽 我家那小儿子 看上了那个 段家余孽的老婆 我巴不得他死呢 是人家是圣医吗 这有什么巴不 各位家主都在啊 在上点什么事呢 做事者 救救我们孔家 我是来找圣医的 圣医人呢 圣医刚刚来过 还死我费了 什么 你们得罪了圣医 不光是得罪了圣医 还逼得圣医 拿出圣医命 孔家这次可大出血了 孙子被费 家产也赔了一大半 作事者对这圣医令不熟悉 这圣医段英雄 拿出这个 说着要把我们孔家 从云城除名 什么不熟 我能对他不熟吗 你刚才说什么 谁是圣医 段英雄啊 就是那个段家 萧氏五年的废物女婿 是啊 假的 假的 圣医是何等威武的人 怎么可能是段家 贼没手眼的女婿呢 再说 圣医令号令天下 莫感不错 只要撂出来 那定然是电光四射 亮瞎人眼 这么一块破铜烂铁 也配称作圣医令 那我岂不是 被段家云孽给忽悠了 我的孙儿 不是白白被人废了 你肯定是被忽悠了 孔家主阳 你是中年大剑 这次确实被剑拙了一人 孔家 你那姓段的不死不休 孔家今天的事 绝不能随意外传 哎呀 孔家让这段家云孽 把孔家忽悠惨了 我们几个 硬陪着跪下求情 这要说出去 脸面丢尽了 一段一行 是个假冒 让你手在 更新的对手 一段一行 还说 是个好消息 圣医 手术室已经备好了 可以马上手术 好 你们两个守在门口 务必不能让任何人 打扰我的手术 是 朵朵 坚持住 爸爸一定会救你 大人 朵朵情况怎么样 暂无大碍 但是现在朵朵心脏脆弱 还需要一味绝世神药 方可治愈 大人 需要什么药 我选鸟 富汤导火 一定帮你弄来 去找一味阴阳草 此药材十分罕见 很难得到 阴阳草 这材料我知道 哪里有 云城张家 是云城最大的医药师 前段时间 刚好他们在苗乡 弄了几颗天家的阴阳草 我去一趟城家 杀了孔家的大少爷 俊杰 现在抱着朵朵 为此天朝了 就让你想办法 救英雄 都都一根的在一起 他都冰脱不得呀 宁夕你是傻子吧 还想救段英雄 你是想让整个 住家陪葬是吗 段英雄冒充圣衣 不仅仅是对圣衣的 更是对圣君的不敬 在整个云城 有谁敢救他 不会的 不会的 医生怎么可能 做出这种事呢 死丫头 如果你真的想救段英雄 这办法也不是没有 妈 什么办法 只要我能做 我一定去 你现在去洗个澡 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呢 去陪张绍 张岩 只要把张绍伺候得舒服了 张绍家大业大的 在云城 好歹也是一番事 只要我们住家 也能保住了 段英雄那个狗东西 不是也能狗活吗 那个张岩 你先去追求我 那那是个变态呀 臭丫 要不是你发神经 嫁给了那个段英雄 我们家又怎么会惹来这么大的祸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我们住家活下去 否则圣衣一怒 我们全家都在遭殃 你就算不为住家着想 你也要为你那个小建筑想想吧 好好想想 菠萝还能活几天 这张家 可是医药世界 我去 灵溪啊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我还能害你不成 一会儿呀 我亲自送你去张家 这以后啊 你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住家 也能够攀上高枝了 待会儿给你化个妆 念一念 张少哥喜欢骚 大人 朱小姐的电话打不通吗 要不要派人去住家看看 不用 她在住家应该安全 我们直接去张家吧 开车 孔家这次元气大伤 门为笑柄 今后云城四大家 就只剩下我们张王留三家了 快不得他们住家的人这么着急联系我 还要将住灵溪送过来陪我睡 想必 是想仰仗我们张家这个大树壁 哎 炎儿 这段家逆子的女人 那随便玩玩也就罢了 你可不能动情啊 哎 对了 我听说呀 住家有一张至尊邀请函 那东西对我们张家 登顶云城 那很关键的 待会儿 我可就要看你的表演了 放心老爹 住灵溪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母狗而已 他们住家来我们张家 还不任凭我们那年 哦 哈哈哈哈 张家主 张少 哎呀 小美人 可算吧 你 哈哈哈哈哈哈 小言啊 慢慢的玩 我就不打扰你们年轻人的生活了 后来啊 掺掺 我现在又不吃你 要吃的话呢 最起码先玩吧 哎呦四丫头 来的时候怎么说的 你想想你女儿 小美人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情愿 没有 我只是 张晏你 你还以为你 被断英雄玩意的二姨莫带上这 装神呢 我衣服 跪下 还不赶紧揍张少 你想害从哪 你老闆娘说声音 你们住家就不当 也还是命人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坐得声音 等你们住家会 哎呦张少 你可千万别生气呀 你可见祸 要怪就怪断英雄那条狗 谁让你当初瞎了眼 五年前选了个这么会气东西 给我拖 黄秋风 你要是再让碰灵溪一下 我宰了你 断英雄 你个狗东西 你冒充圣衣 现在还敢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张家 赵少 你赶紧派人把他抓起来 然后领到圣衣面前领赏 这可是大功一件 黄秋风 你还试着吗 你才不是人呢 你假冒圣衣 我们住家 可是被你给害死了 我没假冒 英雄 你怎么来了 断断怎么样啊 暂时无事 但是需要一味当场服用的奇药 才可以治愈 我好难受 爸爸妈妈 救我 断断放心 爸爸一定会找到你需要的药 爸爸一定会治好你 哦 朵朵到底需要什么药啊 赵少刚好在这 我们快求救他 对啊 求我 我们张家医药是家 什么样的药 我们张家医药是家 什么样的药 叶小 你听到了吗 赵少说会救我们的朵哥 朵德需要什么 你快说呀 阴阳草 原来是阴阳草啊 那可是绝世神样 不过我们张家刚好有一批 张少 那你快把阴阳草给我 我女儿撑不住了 阴阳草乃是绝世神样 一颗就价值三瓶 你当你是障碍 张少 张少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把阴阳草给我 不过你们确实想要阴阳草 我不是不可以的 不过 你们要拿阴阳草 什么东西 听说圣医刚刚派人送了你们一张至尊的邀请 拿它来 张少 你在电话里说让把灵犀带过来的时候 可没有说要至尊邀请寒呀 这东西是我们祝家崛起的命根子 我是绝对不会换的 妈 你不换 躲得怎么办 那小贱人的命 怎么能跟我们祝家的未来和前途比呢 精彩 为了张至尊邀请寒 连外地狱的命都不必 不过 你说我们祝家是什么地方 你先来了 至尊邀请寒必须不进来 你们张家 好歹也是名门世家 怎么敢明抢 对 就是明抢 你区区一二六世家 能拿我怎么办 这张言 真是卑鄙无耻 早知道我干嘛要答应他的条件 现在阳如虎口了 不就是要至尊邀请寒吗 只要你把阴阳草给我 别说是一张 十张我都给你 听段的 你当至尊邀请还是大白菜啊 张口就来十张 不断某人顶天立地一言九体 说给你十张 一张都不会少 听你的 搞得你跟圣衣本而已 我本就是 英雄 你怎么还在乱说话呀 这要是传出去 你就惹大祸了 他已经惹祸上身了 在孔家 拿着假的圣衣令 废了孔家的大少爷 孔家现在已经跟他不死不休了 跟孔家不死不休 这 这段英雄惹的祸 跟我们朱家有什么关系啊 段英雄 你就爱冒充圣衣 现在把孔家得罪死了 我看你怎么收场 黄秋风 现在你真的害怕了 如果你现在 把至尊邀请韩交出来 孔家那边吧 我倒可以帮你说两句好话 至于你嘛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姓段的 傻瓜 霍师傅可是全国散打冠军 看你还装到什么手 不过 你如果真的是圣衣的话 区区全国散打 还不是什么 这下走了 这段英雄 肯定死定了 我要不要把邀请韩交出错 霍伍师 你可别把他给我弄死 我要抓活的交给孔家 张商 我究竟你饶了英雄 我让他给你刀剑 雷夕 不用这样 相信我 我既然已经回到园城 就不会再让你相信 段英雄 你为什么要这么嘴硬啊 雷夕 相信我 要是这个霍伍师 能动我一根猫 算我说 你找死 不是 记住我要活的 这怎么可能 霍队长是我高价 请来的保安队长 这一招没过去 就拖出去吧 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 卢柯 现在是不是该考虑 把营养草给我了 放肆 我张家是你胡闹的地方吗 雄雄 既然你要是不给 你 你只能自己取吧 哈哈 你口气不小 你以为我张家是什么地方 还是不给 想断呢 你敢威胁我爹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让他继续倒流 假死而已 但是你要是不给我 营养草 他就真死 我给 这个东西 就算给了你 也没什么用 营养草 你要是独特 如果不是神医 你那怎么用它也不会 给你 我当然会用 一二三 纯髓真迹 传说中 圣医就会这种力量 难道 他真的是圣医不成 爸爸 豆豆 豆豆 你真的没事了 太好了 原来 你真的是圣医啊 圣医大人 你大人有大量 刚才小儿冲撞了圣医 您就念在 这阴阳草的份上 您饶了小儿一命吧 哼 叶医 女儿就活了 你就饶了他们吧 叶医 你还是这么善良 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 这次就饶了你吧 多谢圣医大人救命之恩 谢圣医大人 我女儿就活了 这次不跟你们计较 如果还有下次 就从云城出名吧 是 您教育的事 您教育的事 我的好女婿 我早就知道 你是人中龙凤 现在朵朵的病也好了 你又回来了 赶紧跟妈回去 我要宴请云城的所有世家 让他们知道 我住家的圣医女婿回来了 爸 我就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拘留 颜儿 这又能怎么办呢 谁让人家姓断的是圣医啊 咱们惹不起啊 那姓孔的 倒是招惹他了 他的家产 不也可以讹诈去了吗 我们张家 只付出了一株阴阳草 这已经算是不姓中的万姓了 妈 让你破费了 还给朵朵买玩具 说什么呢 都是一家人 我女婿是圣医 那朵朵就是圣女 这一般人想要巴结圣女 她还没这个机会呢 妈 你都夸英雄一天了 我夸两句怎么了 等明天圣宴上呀 你看看 明天宴会上呀 不知道有多少人 巴结我这好女婿呢 有个圣医女婿 我们住家 可就是一流世家了 喂 嗯 我的好女婿呀 你陪朵朵先慢慢玩会儿 妈有事儿 出去一趟 英雄 妈完全接受你了 我真开心 以后我们一家人 一定好好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 说半点玩具 海燕 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嘛 怎么跟做贼似的 有什么话进去说呀 妈 可不能在屋里说 段英雄在里面呢 段英雄可是圣医 你这 说话得放尊重点 什么独屁圣医 妈 你还不知道吗 真正的圣医 已经出现在云城的王家 多让世家都赶着去呢 什么 这 这可怎么办呀 如果他那个圣医 是真的 那当然是个假的 现在云城各大世家 都已经赶去王家 那对真圣医 可是毕恭毕敬的 难道他呢 还会认错人吗 这可怎么办呀 这断英雄 他这装圣医 可装上瘾了 他真把自己当圣医了 哎呀 只要是真正的圣医来了 那 那我们家可就完了 这不就大货临头了吗 要是真想救祝家 现在倒是有一条可以走 什么路 段英雄假冒圣医 肯定会惹弄真圣医 到时我们就把他绑起来 送到真圣医那去请罪 我们祝家也是将功抵过 说不定圣医高兴 我们祝家还能因祸得福呢 哎呀 我们家海燕脑袋就是灵光啊 哎 妈也有个点子 这个段英雄啊 习武之人 咱要是硬绑那肯定绑不住啊 咱就在他那个饭菜里呀 下点药 英雄 朵朵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以后我会天天让你们娘两个 开心 我的好女婿 妈给你熬了一碗乌鸡猪肚汤 快趁热喝 唉 你现在眼里只有你这个好女婿了 唉 那肯定的 谁让她是圣医呢 对 她有问题 光只唤醒中药 我就完出了六种 唉 英雄 这可是妈辛辛苦苦熬了半天的汤 你不会是嫌弃吧 英雄 这乌鸡猪毒也是妈的一点心意 快喝 喝就喝 就看你懂生活 唉 好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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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在这趟里想了什么 我怎么有点想睡觉啊 想睡觉就对了 段英雄 真正的圣医已经出现在云城 你假冒圣医惹怒了他老人家 惹到我们现在住家面临灭顶之灾 我们只好抓你 把他送到他老人家面前顶罪 你 段英雄 都是你自找的 哼 够东西 得罪圣医 我们住家 哪顶得起啊 你可是把我们住家给太惨了 你不能将对英雄 他可是你女婿 狗屁女婿 海燕 拦住他 灵溪 你也别怪嘛 你要怪就怪 你的段英雄丑人多做怪 还敢冒充圣医 灵溪 灵雄 哼 不行 我不能让英雄就这样被人给害了 我要想办法救他 来碰 什么呀 喂 哟 这不是祝大少奶奶吗 怎么舍得给我这个亲妈打电话了 妈 我知道你生我的鸡 但今天 我是有事救你 英雄回来了 但那一位假猫生意 惹了大麻烦 被人抓起了王家 那狗东西 算不上什么好人 但好歹是朵朵的亲爸 女儿你放心 妈会出手 不过 想要救英雄 你到时候到了王家 你要配合妈演一出戏 恭喜王兄 铁礁圣医啊 以后这王家 要一飞冲天了 王兄啊 我是真心的羡慕你哟 你再看看我们张家 居然被那个断家的余孽 冒充圣医给骗了 哎呀 现在我们张家呀 那就是云腾的一个笑话了 张家主 不要生气 要想找断家报仇 还不容易 陆家已经打电话过来了 说冒充圣医的断家余孽 已经抓住了 要上门 不惊喜座 真的 家主 住家的人来了 嗯 哎呀 芬美华呀 芬美华 你这个水性洋花的烂货呀 你的情人可真够多的 当年和我老公有一腿 生下这么个野种 哎呦喂 真没想到啊 你和这王家 还有这么一段 不过 这断家余孽 再这么算 也不可能是王家主的女婿 莫非 难道 难道灵溪是你和 芬美华 你别什么都看着我 王家主 你别抵赖 祝灵溪 就是我跟你的女儿 胡说八道 你用这小骗术来骗我 给我做梦 今天云城的医药室家张家也在 你敢不敢在张家家主的面 跟我女儿来一场低血认亲呢 我都准备好 你一切都准备好了 怎么 你不敢 哈哈哈哈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当年不过是一个巫女 我怎么可能在你身上有种 血脉相容 不会吧 这助灵溪是王家主的种 这怎么可能 我当年 我当年 王双全 你一生无二无女 现在助灵是你的女儿 你真忍心让女婿 断英雄去送死 灵华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你们滴血认亲 碗里面 有一种叫借养草的药 只要加入雌草 不管是什么 都会融在一起 公营圣衣 这是圣衣 公营圣衣 这圣衣 公营圣衣 给我起来吧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幸好圣衣接了你这老家伙的机理 不然真给你骗了 女儿 马尽力了 圣衣 就是这家伙 冒充您的 请赐他一死 圣衣 我死了不要紧 请你留我老公一名 他是为了救我们的女儿 才会冒充你老人家的 段英雄 冒充本圣衣 罪不可赦 但 本圣衣刚好 却一个侍女 如果 你要是愿意终身服侍我 我可以饶他一命 女儿 别答应他 奋美华你住嘴 能够伺候圣衣 那是灵犀 上辈子接的德 多少人 盼都盼不来 我愿意 好 我不愿意 英雄 你醒了 还有你个狗东西 我可是给你下了六种迷幻药啊 你竟然还能站起来 就凭你熬的迷幻药还想弥倒我 我的好用 我只是配合你演戏 短英雄你 你敢骗我 我们彼此彼此 我就是想看看 这个冒充圣衣的狗东西 究竟是什么 大胆 敢对圣衣不敬 他是圣衣 那我是谁 你个狗东西啊 你在真正的圣衣面前 你还装呢 只冤有头 债有主 圣衣大人 我们住家 早就和这狗东西一刀两断了 您要杀要剐 都冲他去 难道这次遇到真的吗 不可能 我装圣衣那么久 骗了十几个城市 都没露馅儿再说了 如果这个段英雄真的是圣衣 怎么可能被人如此羞辱呢 在本圣衣面前 还敢如此庄大 那本圣衣 就赐你一死 叶翔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装圣衣 你想想朵朵 他不能没有爸爸呀 我真的是 只要这个猫牌活该都是 真是热闹啊 云城各路世家 齐聚一堂啊 作诗 什么风把您吹来 圣衣清零王家 作为玄鸟护法手下 岂敢不来呀 玄鸟护法手下 这家的船帮们 必须想办法离开 昨时拜见圣衣大人 一点小小心翼还望向 你还算有点眼力见 起来吧 圣衣大人 你可以看看这盒子里 送给你的一点点小心翼 这可是南海将聚圣臣的旗宝 价值连场票 这宝贝我听说过 好像在苏富比拍卖会 拍出过圣衣的架 好好好 你叫左不辰是吧 你很有眼力劲 你前途不可限量 多谢圣衣大人 还望圣衣大人 多多提醒 玄鸟眼光真颤 竟然挑了你这么个蠢属性 臭小子 你冒充圣衣大人 我还没招计算账 昨时可不能放过这断甲云念 他屡次冒充圣衣 云城上下天怨人怒 就是这个家伙 不但冒充圣衣 才尽用圣衣之名 讹诈了孔家大半个家产 这是坏事做机 确实不能放 姓段的这小子 敲诈了孔家大半家产 简直丧心病狂 听到了吧 这云城上下 包括圣衣都要是 我也只能顺应名义了 左不辰 你识人不明 我带玄鸟 罚你七日不能动的 日语你试图想攻击我 欺君网上的罪功 人鸟护法 我亲自处理 好啊 段英雄 你敢动左使 现在 你不但得罪了圣衣 就连玄鸟护法 也非要杀你不可 坏场东西 看你怎么死 英雄 你别再逞强了 我不在乎 你是不是圣衣 我只在乎你 你别再疯下去了 快给圣衣大人磕头道歉 老婆 你放心 我死不了 姓段的 你婆娘中了我的七杀毒 还不快 乖乖 束手就擒 毒药偷袭 你这种人 你配到圣衣 对于你们这种 萧小 也无所谓 用什么毒药 七杀毒 药舌中 用七种 蛊虫 毒 制成的毒素 来自苗疆 妄屁 堂堂圣衣 怎么可能来自苗疆 这家伙 有两把刷子 竟然一下子 看穿我的来历 段英雄 你可真是个祸害啊你 灵溪跟了你 可真是倒了大霉了 这救你 居成 反倒还搭上了 自己的剑柄 灵溪死不了 灵溪 你没事吧 天雄 是你救了我 老婆 只要我不答应 阎王都带不走你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七杀毒 就算是我师父见了 也要退避三射 你怎么解答 师父 你来自苗疆 又会七杀毒 你师父 莫非是 呸呸呸 老子我堂当圣医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个小小的苗疆鬼 也配做我身吗 段家云聂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污蔑圣医 玄鸟大神已经知道了 他马上就到 你死定了 云聂敢打我 这一巴掌 打你不净饶死你 你还想尝尝 这家伙的一手银针 出神入化 不好惹 杀你 你个亲自 都是我 死定了 这么喜欢偷袭 你以为我这是偷袭 我这银针上面 沾满剧毒 处之则死 你马上就要死了 够卑鄙啊 这么喜欢偷袭 银针上还涂满剧毒 可惜 遇到了我 玄冰毒素 怎么可能对你无效 我无需向你解释 暴冲圣医 罪无可恕 你说吧 是你自己乖乖 数手袖前 还是要我动手 你真以为 你能拿捏我了吗 打捏你还不是一如反掌的事 圣医竟然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啊 莫非他真的是圣医 给我站住 闭嘴 这星段怎么可能是圣医 玄鸟大人亲致 段英雄 你嚣张到头了 既然玄鸟大人来了 真假圣医之谜 现在可以揭晓了 玄鸟大人 你终于来了 就 就他 就这个段家云孽冒充圣医 凶层无比 属下保护圣医不周 被他暗算偷袭了 狗东西 你真是狗胆熬天 玄鸟大人亲致 你还笑得出来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这两巴掌 一是打你黑白不分 二是打你屈颜覆势 辱莫圣君圣医之名 玄鸟大人 我没有黑白不分的 我是要保护圣医啊 左部臣 就这种 招摇撞骗的东西 会是圣医吗 没错 没错 此人 正是苗江鬼衣的手下 曾在华夏巴省 顶着名医之称 招摇撞骗 没想到 今天跑到云城来 糟了 身份被雪鸟识过了 什么 他 他竟然是假冒的圣医 不会吧 我居然请了个假圣医来王家 这下完蛋 这下完蛋了 雪鸟大人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雪圣医的医书手 我是见识过的 神乎其神啊 怎么可能不是圣医啊 雪鬼手 看来你骗术还算了得 靠着你在鬼衣那儿学了两三招 还梦了不少的人呢 算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没错 我就是苗江鬼衣的大弟子 雪鬼手 原来这个姓雪 倒是个冒牌货 这 这是奇耻大辱啊 我们好歹在云城 那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居然让这个 让这个假货给骗了 王家主 你啊 放任这个冒牌的圣医招摇撞骗 你是何居心 王家主 我是被骗得最惨的 我都给了他十个亿啊 嘿呀 你那是咎由自取 你活该 老王 你干得喘事 雪鸟夫 假冒声音是我不对 莫认灾 这里有三个印 请看在我师父 苗江鬼衣的面子上 这事就算了 我马上离开园城 你以为你走得了 我说过 假冒声音 罪无可恕 没看到我跟 玄鸟护法说话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 把嘴锅闭上 假冒声音 罪无可恕 跟我走一趟 性断的你 别得意 这次有 玄鸟护法 给我撑腰 算你狗屎愿好 不过我师父 鬼衣圣少 迟早会来救我的 到时我让你全家 不能好死 死到云头 还敢威胁我 看来你是没被领够 玄鸟 我云成牢狱 固入金汤 你认为 你逃得出去 给我压下去 放开我 放开我 放 你师父 一定会救我的 玄鸟大人 小人识人不明 犯下大错 还望玄鸟大人 责罚 跟我回去 爹在这儿 丢人现眼 是 我的好女婿 我就知道你 吉星高照 能逢凶化吉 这以后 你就踏踏实实的 在住家住 你和灵溪 还有朵朵 住最大的卧室 我可承受不起 左尼女婿 这孩子 这 这怎么说话 妈虽然做事过分了些 但 但那也是 逼不得已 你 你怎么还跟妈 记仇呢 王秋芳 你这老绿茶 给我死远点 别再惹心人 女婿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跟妈回去 我那地方虽然小 但收拾收拾 还是能住下 你们一家三口的 连那假冒 圣衣的家伙都吃变了 可不能被 芬美华这奸人抢去 芬美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心思 你不就是想让英雄和灵溪 帮衬你 跟其他野男人 生的那个野种吗 这些年 你家那臭小子 喝我们家灵溪的血 后来得有几十万了吧 还不够吗 王秋芳 我没那个心思 圣衣 属下有钥匙禀报 宝宝 妈 我有急事出续他 好 那你先去 大人 薛鬼手冒充的事 都是鬼衣之事 而且 鬼衣现在已经潜入云城 想要痛 鬼衣是冲你来的 小当年 我跟鬼衣一起 同时为圣衣消灭 但是他心有思念 被圣军驱逐 一直对我 很愉快 看来 他打动破坏 我的授讯一事 圣衣 恐怕不知 属下还查出来 一条消息 当年 段家命买 其中有个神秘的 用毒高手出手 一些资料表明 那个神秘的 用毒高手 跟鬼衣有关 怪不得 当年我们段家 可谓是高手如鱼 结果 面对云城诸东 世家的围攻 却毫无无所 鬼衣之头 藏在暗中的老鼠 一定要救出来 圣衣 我们要怎么做 引蛇出洞 蛇鸟 当务之急 找人办一家超级公司 魏魔一定要保护 我要告出最大的动静 是圣衣 灵溪 以后你们一家三口 就安心住在这 妈 让你费心了 我们就暂时住着 以后我跟英雄 肯定会买自己的房子 你就安心的住着 我都决心离开住家了 妈能不帮你 再说了 这么多年 你也帮你逼不少 喂 小强啊 你又去哪鬼混了 赶紧回来 你姐和朵朵都在呢 妈 你赶紧让我解救我 别废话 一百万 姐 妈我要一百万 让姐赶紧凑钱救我 不然腾飞金融的虎爷 帮我两只手 喂 喂 你也听到了吧 我们要赶紧凑钱 救你弟弟啊 妈 刚好我这儿有一百万 你在家带赌 我去腾飞金融公司 华阳山 去投飞金融公司 臭小子 今天要是再没钱 死定了 我姐马上带钱过来 如果没带钱 我把她押在你这儿 很漂亮 很漂亮 连你姐都卖了 行 只要她够漂亮 我就还你 漂亮漂亮 她可是号称云城第一美人 你见到一定喜欢 云城第一美人 那我可要喝 行 你总算来了 虎哥 我姐来了 我就先走了 走 我让你走 你别打我弟弟 叫我带来了 你别打我弟弟 姐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你是不是发财了 你以后记得给我多发点 给我回家 站住 我让你们 走了吗 虎哥 他是大美人 还带了一百万 你留他呀 哦 你说的有道理啊 那你 美人 美人 姐夫姐夫 找 你是谁 好大的胆子 敢在我的地盘撒野 你倒是把你这个树窝看得挺重要的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废了他 我靠 一个二个都吃干饭的 别忘了这谁的地盘 还不快上 英雄你快走 要什么都冲我来 别为难我老公 姐 你这么死脑筋啊 断英雄逞强就让他逞强了 你跟着一起死啊 你们三个谁都不去走 姐都怪你 让你走你不走 连累我了 嗯嗯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字 会吸你血血的家伙 不应该打吗 我说过 谁都不能欺负 我再给你 把蹦了我 就让我 云球除名 哼 你当我是下大的 我们公司 岂是那些阿猫阿狗 可以比的 我们 可是有圣衣罩着的 圣衣罩着的 我怎么不知道 这是你能知道的事吗 看看 这字画 可是左不辰左使 亲手提吧 这方圆百里之内 就没人敢在我的地盘 撒野 你是第一个 原来 是左不辰的狗 你说什么呢你 把左 叫个静 你小子找死 敢侮辱左使 这英雄 你这次不要拉上我呀 别 你从哪找到这么个寒货呀 就是敢侮辱左使 这下文章 管你什么 算了 我自己给他打电话 把那小子叫过 好 就等你喊左使过 一个小时内 左使要是不出现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 不用一个小时 十分钟就行 让左不辰十分钟之内 来腾飞金融公司 我在这里等他 生意大人 现在在腾飞金融公司 他要在十分钟之内见到你 如果晚一分钟 我打断你的工作 是 是 雪牛大人 哎 五哥 八分钟喽 距离某人说的十分钟 他马上就要到了 姐 都怪这个段英雄 无事生非 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认识左使啊 那个 鲁哥 左使来了 你帮我美严谨 我跟这个姓段啊 完全就不认识 左 左使 左使 你怎么来了 右手 啊 段先生 我没来晚了 没有 左使 你认识这位段先生 我不想听任何原因 赶紧对段先生道歉 如果段先生不原谅 你的下场一定会微长残 段先生 是我有眼无处 求您原谅我吧 你应该求的人不是我 哦 朱小姐 莫英俊 莫下座 求您原谅我这次吧 那我弟弟的债 没有没有没有 令弟他一分钱都不欠 我 哎段先生 全新日子是我昨天看人 段先生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补偿下呢 别跟过来 我错了 我错了坐视 别打了坐视 哎呦 小强啊 你还不谢谢你姐夫 多亏了他 要不然上百万的高利贷您得拿命铁 谢了啊姐夫 这装什么装 说话还不理人 哎 小强 都那什么呢 我说什么了 我啥也没说 小强 啊 你们家住窝这么大的地方住的这么多人 小强 小强 这位是 他 你就是小强那位屠夫一母的姐姐吧 钱准备好了没有 小姐 你说什么钱啊 姐 这位呢 是我的女朋友 金小梅 小梅啊 你说的什么钱啊 不是彩礼钱我都给你三十万了吗 三十万 你当我是大白菜啊 我妈说了 如果只有三十万的彩礼的话 那就要再加上一套两百万全款的房子 不然 不许我家 小梅 两百万的房子还全款 你当我们家是开银行的呀 没有啊 没有就不结了 反正我无所谓 都是你儿子缠着我的 妈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就告诉你 我就认定小梅了 小梅 少跟我妈一般见识 两百万 属实有点多了 你看 咱们要不要搞个属负 负责慢慢还 两百万很多吗 你不是还有一个漂亮的姐姐吗 我听说呀 很多富家大少都对她有意思 只要她两腿一张开 别说两百万 两千万都不是话下 你说什么 干什么 这些话不都是你教我的吗 小强原来这么多年 你是这么看我的 哈哈哈 姐 我那都是开玩笑的 这个 不要往心里去啊 孙小强 我告诉你 要是没有两百万全款的房子 我就把孩子打掉 真有孩子了 是个男孩 你看 你看 小梅啊 你可千万不能打掉这个孩子呀 想象她亲爹一脉单传 可不能在小强上举了肿啊 妈妈 想我不打掉孩子简单呀 两百万全款的房子 行了呀 可是 喂灵溪啊 你能不能再帮帮你弟弟 算把球给了 妈 我这只有一百万这一百万 还是英雄给我呢 我接电话 小强 你那个姐夫 真的跟你说的一样是个废物 一听说要钱 马上打电话就走了 坐的好 好对地理想项目那边 给我回一条最好的 是 我大概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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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 你拿着 我给他 嗯 到底给不给 给给给 要什么都给你 小强 我有个朋友 在地产公司做高管 他答应给我们买房优惠 一百万全款 就可以买房 姐夫 你说的是真的 姐夫 那可太谢谢你了 英雄 你对我弟弟真好 不然 小门又要闹出什么妖蛾子呢 我是对你好 英雄 多多在隔壁睡着 我 我 姐夫 你朋友在鼎盛地产当高管啊 这里可是市里最贵的楼盘 房子贵的要死 恐怕一百万不太够吧 放心 绝对可走吧 哎呦 真是 真是到哪都能看到这贵旗的灵犀 真讨厌 妈 你还有脸叫我妈呀 啊 我养一条狗 我一个包子 他见了我都会咬尾吗 我辛辛苦苦地咬了你十几年 你说背叹就背叹呀 我呸 黄秀芳 是你们祝家 对我灵犀无礼在先 不愿意灵犀的性子 是绝对不会离开祝家的 你们这种狗男女 离开了也好 你们这一走啊 我们祝家的好运可就来了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家燕燕呀 马上就要和孔少订婚了 到时候 我们祝家可就要乘风直上 一跃成为一流世家了 恭喜恭喜 战英雄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为什么不敢 你 你皮痒啊 这家伙很能打 太好了 老直都会碰到他 都带几个人过来 金小雷 你不是我们公司集团的员工吗 口哨 你跟他们原来是一会儿的事 不 不不 不 口哨我 明天朋友来上班了 你们是来买房子的吧 告诉你 赶紧滚 允胜地产的房子不卖给你们 这儿的房子卖给谁 不是你说了什么 姓段的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我们口哨啊 可是注资了五十亿 获得了鼎盛集团 百分之三十的互费 坤小强 现在房子没买到 我工作先丢了 这些人就是喜欢乘以后 现在好了吧 连口哨你都敢得罪 他们那个副公司 早晚会将会 早点退职 主办 我都给你买房 就一定给你买 小强 你这姐夫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我天说的话都是吹牛的吧 搞半天 孔少才是这个公司的高管 还不卖给我们房子 我们拿头买啊 小梅 摊上这样的姐夫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个狗东西 不是说了不卖给你房子吗 你怎么跑进来了 我的灵心卫们 你们还针进来了 是想自取歧辱吗 段英雄 你是听不懂人话 我说过 只要我在鼎盛地产议 你可别想有任何一套房子 谁说我要买房子 姓段子 你撒我 你来这不是买房子 你当是逛菜市场呢 等到 把这帮闲人给我赶出去 不用那么麻烦 你们这儿 不是有杂金蛋活动吗 姓段子 你不会是想靠杂金蛋 砸出一套房子来吧 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啊 小强 你这姐夫 原来是想靠杂金蛋 给我们弄房子 我真是感谢你 祖宗十八代 小梅 别生气 那个 万一咋中了呢 段英雄 你们自己慢慢玩吧 老娘不奉陪了 认识你们一大家子人 算我倒霉 别走别走 哈哈哈哈 哎呀 段英雄啊段英雄 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驴击了呀 连你自己人都不信你呀 真是笑死人了 这样 我们打个 我这张卡里呢 有一百万 如果我砸中了 超级大家 你给我一百万 如果我砸不中 这一百万归你 怎么样 完了完了 小强他解的一百万 知道也会帮我弄倒数 现在 一百万飞了 姐夫 我可被你害死了 段英雄 这可是你自己找不通了 这个毒 我既往一答应 没关系 走吧 去砸金蛋 看什么一个 去砸你了 好不好 我来 要不还是你砸吧 给你弟弟买房 当然你来了 选一个 别丢人现眼了 赶紧砸 当然了 不管你们谁子 这一百万 王阿姨都要砸呢 嘿 几秒钟就一百万 这钱可真好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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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要不还是你咋吧 我怕我运气不好 我来咋 这可是我用一百万换来的机 哎呀 性断的 那你这一百万 我可就收下了 看清楚 不可能 一号 你上一号 那可是价值两个亿的 真贵别说 是非买 可不是吗 顶上一号 先要买的时候 顶上底品的标准就成了 怎么可能变成大奖 被人戳走 什么 顶上一号 两个亿 小梅 两个亿 我没有钱了 你的手机解职了 小强 我现在有两个亿了 你觉得你还能配得上我吗 小梅 你什么意思啊 小梅 这两个亿的别墅 现在还在我手上呢 小强 人家跟你开玩笑呢 我就说嘛 哎 一百万 作弊 顶上一号 是我顶上这场的非卖室 怎么可能出现在财蛋混血 鉴于你作弊 所以你那一百万 把阿姨可以笑纳了 对呀 段英雄 肯定是你在作弊 这可是价值两亿的别墅啊 怎么可能轻轻松松的当成谜题 又怎么可能 让你们走狗屎晕的给砸到 怎么 你们不想承认 叫你们董事长来见我 这可是鼎盛集团的老头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不好意思 你能见到最高级 就是你 我们董事长很萌的 赶紧滚 你们不能这么无耻吧 怎么 想找人投诉啊 这个大奖 按照规定 还是要给这位段先生对的 郑总 段先生 这鼎盛一号的大奖 也是我临时才放入 彩蛋游戏环节的 既然你砸中了 尽管拿去 盛总 这可是两个亿 哎 孔经理 这两个亿的奖品 如果兑换下去 那可是轰动全球的新闻啊 这对我们鼎盛集团的商业信誉 也是价值连同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不对换奖品 那我们鼎盛地产 以后还怎么卖房子啊 小三 你们董事长 何比你们格局大多了 段英雄 别得意的太迷 欠我口下 你一套为 慢着 一百万 给你买棺子 这份奖品合同签署完毕 姬小梅小姐 你可以评级这份合同 入住顶上一号 好好好 谢谢姐夫 对了小梅 你以后一定要提防孔中间 这次我们拿到点身一号 让他们来大师 他一定有心 段英雄也就狗屎鱼盒了 居然还让我提防鼓上 笑 鼓上那么大人物 怎么可能搭理我这种事情下来 气死我了 那个盛怀云 为什么帮这姓段呢 难道他们早就认识 不可能 盛怀云九居京城 这次不可能来云城 这个姓段 把我们口家害得这么吵 还把我害成了个废人 杀他我不甘心 不能杀 拜见鬼一大人 你们哪 不是姓段的队人 要想对了 就在从他身边的人入手 必须投资 鬼一大人 你您的实力 单手就可以碾压他 为什么要这么小心啊 鬼一大人一举一动 自有身影 需要你来质疑吗 是是 大人 您想怎么做 刚好时候 只要 您从事惯的时候 我把你维持的参业拿回来 咋全力 警官 看从他老 我们就从他老婆身边的人入手 只要姓段的 家 全家鸡犬不宁 这样 先从半英雄小舅子 和他那个小女友开始 摊抬的 最容易重看 是 大人 今天上午 实在是颇有得罪 当时人多嘴杂 小人不得不伪装一犯 没关系 你做得很好 我们家人都没有看出 金蛋的破产 一点小伎俩而已 鼎盛一号 原本就是 我打算孝敬大人您的 只是有一事我不明 这个孔家 是怎么入局的 我明明将孔家 大部分资产弄到手了 您从哪来的 大人 属下调查 一个星期前 孔家来了一个神秘人 自从那神秘人来了之后 他就变得有钱了 郑怀云代表京城圣经 到云城 刚打算成立京城集团 孔家就拿来 五十亿码的工夫 大人 我怀疑 孔家的神秘人 就是鬼 这家伙向来信 和暗中搞鬼 无妨 他在暗中布局 我们在明面整治 兵来将打 水来吐焰 逼他露面 我这个老对手 就喜欢隐隐狗狗 但 一向没有耐心 盛总 欧阳城主 派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请两位出去主持一行 是 大人 为了给鼎盛几分告示 我举办了一场 大型的地下 果然 担了很多人的神秘人 而且 还出现几种神秘的担务 大人可去见过 我怀疑 那担药 只是诡异所知 对 好 我去看看 如果那些担药 真的是诡异所知的话 狄特的链的功力 我一眼就能听 大人 待会儿会很烦吗 我等 可能会招待不周 我这儿有一张 鼎盛集团的顶级黑卡 在集团的产业里 可以无上线购买任何物品 而且这次拍卖会 分为内外两场 您持有这个顶级黑卡 可以随意进出 无人敢当 小乔小乔 这次可真是赚大发了 跟这么多商圈大老和的影 我能在朋友圈 晒好久呢 这点小场面 就给你激动坏了 当务之急 就是跟孔少打好关系 知道吗 你那个姐夫 还说让我们跟孔少 保持距离呢 这次多亏了孔少 给我们送来了邀请函 说起来 你还是沾了我的光呢 人家孔少 可是有我的电话 谢谢老婆 炖狗熊 你那个姐夫 怎么也在这里啊 要不我们是过去打烧活 不管怎么说 这一号 也是姐夫帮我们 嘿 那个警舍一号 明明就是我运机号 砸金蛋砸出来的 跟他姓段砸 有半毛钱关系 你说 你死了 这这一号本来就是我 平时不让他姓段砸了人家 老的叫不欠他的一样 终于想通这点了 我们当然不欠那个姓段砸了 对 那我们赶紧把他叫回来 看他这个样子 不知道用什么非法手段 躺下来的 谁被人发现了连累我们 对 口哨最烦他了 走 段一熊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 解发 小声点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你知道这是哪呢 真不知道灵溪姐什么眼光 怎么看上你这种惹祸景 来这种地方的人 非富即贵 你来干什么 这两个白眼狼 我送他们家 只两个亿的大别墅 转眼断脸不认人 孔少 你们怎么在这 赶紧和我入座 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张居正的帖 马上就要开拍了 孔少 你这种大忙人找我们打个电话就成 何必要亲自过来呢 咱们是不打不相学 虽然我跟你姐哥的矛盾 但是我对你们小两个还是很欣赏的 这有好东西吧 自然会想着你们 孔先生 张居正的帖 我可以给你一个内容 最多八百万 其他竞争者会看到我的面子 不会真的 八百万 孔先生 你可别嫌贵啊 这东西转少 就能卖一千五百万 再说 你们还有点顺一号 都质押了三百万出来 害怕没全押 对啊 我都压制三千万了 自弹充足嘛 那个孔少 那这怎么好意思呢 咱们这都是原分 再说 小梅以前也是我的员工 正所谓 水水不流万人权嘛 是吧 小强 我们赶紧去吧 孔少 不会骗我们这点钱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八百万的城区挣自己 小哥听得有猫的 再说 孔军杰这家伙 有这么好心 这么贵的字帖 皇上 别带我件事件事呗 这家伙总并魂不散 段英雄 这次的拍卖会 有些很高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对啊 姐夫 如果你是混进来的 就赶紧走 我跟小梅来拍卖行 还准备多捞点游水呢 现在 现在我们竞拍的是 第三十二号展柜中的物品 张居正 有竞拍一枪的赶紧过来竞拍了 孔少 开始了 我们赶紧录座吧 有些人 自己自学一点 当年张居正亲笔写的字贴 共五十五字 而且还有黄亭坚 苏哲 佛印三人的联名签字作品 起拍价三百万 各位请 三百万 三点五十万 我出五百万 孔少 你不是说那些人 会看见你的面子 不会抬价吗 我跟你说 我心里底线 最高就是八百万 不能再多了 对小强 我们孔少 可是人城四大家族之一 要不是看在小梅的面子上 这种好事 我懒得给你 小强 孔少怎么会骗我们这点钱呢 这是最后一次竞价了 八百万 八百万 张局正自贴 归分小强先生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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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根底圣军 我见过的古董 是 眼前这古董色化 颜料是现在化学颜料 必须挑 自己比方 细节 如果 张局正在中心 实际 拍到了 发财了 我估摸着 转手 最少能赚一倍 狗少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这是五十万 请收下 小梅 我们都是朋友 跟我还客气啥呀 狗少说的对 咱们都是朋友 不用这么客气 狗少倒我是朋友 自从中了顶正一号别处之后 你姐好起来了 真什么 分先生这是您拍下的张局正自贴 你看看这个好啊 啊 呃 呃 不好意思 我忙了 这方 你把我这八百万的古董 自贴给毁了 暖英雄 要不是看在分小强的面子上 我跟你没玩 怪不得小强以前看不上你 瞧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我真恨不得撕了你 成事不足 外事有余的东西 狗先生 这八百万的画作 已经拍卖给你了 按照规矩 你们要把钱给我掏出来 不 狗少 你不能这样啊 八百万 它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对不对 再说我们牙根就不是故意的 你要怪就怪他呀 我怪段英雄这个狗东西 但是这次竞拍 是你跟小梅来竞拍 按照规矩 你们得把钱给我掏出来 不测 我非对你不客气 在我们鼎盛集团 还敢对苦少小张 苦少活了 坐 苦少 你不能这样子啊 我们来拍卖会 还是你穿穿着我们来的呢 对呀苦少 冤有头战有主 话是他毁的 要找你找他呀 怎么还跟我们翻脸了呢 跟你们翻脸 你们的面子十八百万吗 全部给你换 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虎女姐 我就知道你肚子里没有好过 半年 搬书还快 够东西 虎你还是我姐夫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恐少 他才是罪魁祸首 你要找什么 你找他 不关我们的事啊 对呀 恐少 这家伙三番五次得罪你 别有头战有主 你要找找他 可跟我们无关呀 卫武 你真以为你自己很能打 前几次只是我没有准备 今天算你懂 男人 把他双腿给我打断 丢出去 慢着 虎女姐 刚才我发现 这副张居正字帖 是赝品 赝品 怎么可能 影响集团留宿的 我们会出现验 断英雄 你撒点谎言 要撒点像样的吧 我们上怎么可能卖我们假货呀 断英雄 你说这字帖是假的 你是在怀疑我和小强的智商了 这张机正的字帖 真的不能再真了 我们可是花了八百万才拍下来的 幸亏有断英雄这个傻子出来新婚 我们这么维护苦涩 该多让我们陪那张机正的字帖了吧 是不是真的 自己看一眼不知道 嗯 这字怎么叫色了 你胡说什么 我明明就是断英雄用水泼的 他把这张真心给毁 小强 孔少说的对 就是断英雄把这个字帖给毁了 这八百万的字帖 立行你来赔 断英雄 我跟你说 你不许走 今天你卖血 你要把这八百万给我赔了 好心当成鱼干肥 幸虚呢 你知道你这样做 对鼎盛集团的声誉 有多大的影响吗 你现在立刻向我道歉 这件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就算这是假的 你凭什么说是我弄的 你不给我一个理由 咱们心仇旧恨一起算 放肆 你怎么敢对段先生无礼 董事长 以您的身份 没必要对这个姓段的 这么尊敬 段先生 这就是 拍卖会上 出现的神秘弹药 请您过目 水火连弹法 有老鼠的期望 鬼一 我知道你在现场 既然你能把自己的弹药 拿出来拍卖 就一定会在暗处 欣赏自己的丹药 售卖的过程 出来吧老朋友 我们叙叙旧 怎么样段先生 追到那个人了吗 没有 那只老鼠 太狡猾了 刚出门 就用药粉 隐藏了自己的踪迹 老鼠 那可是鬼一啊 如此轻蔑的火气 就断英雄 究竟是何妨许 你们看我干什么 孔俊杰 事到如今 你还不乖乖的坦白 你跟鬼一的关系吗 在说什么 什么鬼一 我听不懂 还装糊涂 你给我吃了什么 五成晚 这用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只会说真话 交给尹安 放心吧 你不负所托 带走 好啊你 连孔商都敢抓 孔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 当孔俊杰的舔狗 他就不会让你赔得八百万了吗 告诉我 像你这种人 会把他吃得连根毛都不省 这是孔俊杰的手机 自己听 孔俊杰的证据怎样 可以埋通的银行里的人 才忽悠了两个牌尺 只要你配合 到时候一定会将那两个牌尺拿捏的死死的 孔盛集团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怎么会这样 孔少一直在骗我们 差点上当了 嗯嗯嗯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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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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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医 还原无能 有父所托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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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大人,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差点误了您的事儿,还劳烦您出手相救。 不妨,我们目标一致,就是为了对断家那个余孽。 皈依大人,以您的功力,只要出手,那性断的岂不是职守覆灭?怎么您对他那么谨慎? 这帮老鬼秀却共云锐,我们断银行的身份一定会不说,不然立刻有些患者,他们可不敢对手艺出手。 咱们可,我只是觉得性断的,跟圣医颇有关系,我对他出手,就是为了逼圣医出面。 断家余孽仗着由圣医撑腰,肆无忌惮,他却不知道我们身后也站着诡异大人。 诡异大人,性断的余孽,交给我们几个诡异大人,圣医,我交给你。 对,伟一大人,你放心吧,交给我们。 对,死家在被断家余孽,合大了大半家城的那天起,断家余孽不死不死。 死家便手脚裂断家,担足的主意。 你下一个活动,这次,死家在此期间,不必要叫断家余孽,彻底脚裂。 好,为召开一层诡异大会,我们要云城的诸大事。 本来诡异大会,有任何一男杂将,都可以来求我出手。 好啊,只要诡异大人肯出手。 明城那帮垂垂牢蚁的家伙都会心动,到时候,让他们都上我们的船。 小强,你看这邀请函,指名道姓要你姐夫参加三日后的诡异大会,还是四大家族联合邀请呢? 我看,来者不是。 姐,我跟小梅不想趟这堂浑水,现在江湖上面都传开了。 说姐夫的断家,二十年前是被如今现在的四大家族灭了门。 我可不想跟她扯上什么关系。 小强,你跟小梅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你们住的大别墅是谁的,你们从前几十万的花销是谁的,都是你姐跟你姐夫出的。 现在你姐夫就出了点事,你就这个态度。 我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不想跟她扯上关系。 段英雄,你别当缩头乌龟。 诡异大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冲着你来的,使相点就自己滚。 我来云城就是想寻找我的妻儿,我想让任何人跑。 如果你们觉得我是三门星,我走便是。 小强,小梅,这件事我们不拖累你们,不过嫁机随机,嫁狗随狗。 英雄去哪儿,我就跟他去哪儿。 女儿女婿,你们两个要去哪儿? 妈给你们一起。 妈,你凑什么热闹啊? 小强,平时妈宠着你,你姐也宠着你,但关键时刻,你让妈失望了。 妈,姐,你们可不要后悔,跟着段英雄这个会计。 我看三天后,谁后悔。 小强,我们现在该怎么了? 去,胡靠孔家。 当年段家被灭,我们皇家哪里也不多呀。 也就是段家千步农庄嘛。 对呀,我们正家从段家那儿就只吃了一千万的股票,那算什么呀? 那可是二十年前的一千万。 当初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沾着血。 这次段家后人归来,你们每一个都别想跑。 孔家主啊,你说这怎么办呢? 是啊,段家后人心高绞心狠手辣。 保证,要和所有人清算。 这次我给他发出了邀请函,他马上就到。 只要他一到,鬼一就会施展毒术,一击必杀。 到时候,他会眼色行事。 好,咱们就按孔家主所说,咱们像二十年前一样,咱大家齐心合力。 好,齐心合力。 与城市大阪十家齐聚这里,如此庞大的力量,就算段家有后手,也会被碾压。 段英雄,且我孔家的这次,一定让你全部吐出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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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这就是段家的后人了,真敢来呀。 这段家不是年销云散。 这段家人这次来,这回恐怕是完了。 妈,你现在后悔,可还来得及。 你可真是老糊涂了。 你要跟着段英雄去送死啊? 我这人糊涂了一辈子,但现在想要清醒一点。 我不够聪明,但有一点我知道,我要死。 跟家人在一起。 妈。 妈,我是看在小强的面子上,才跟你说一些软话。 当然了,你要去送死,我无所谓。 不过呀,如果说段英雄死了,我可以去求求孔少,说不定能为你和姐争一条生路。 闭上你的乌鸦嘴,英雄不会死。 她还要照顾董事。 行行行,姐。 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今天挺热闹。 集聚一堂,就不用我一个一个上门去找。 心断的你不用在这里装。 这里来的每一个人,全是云城一方势力,也全都是要你命的人。 没错,段家后人。 你蠢就蠢在,太过于自信。 今天这里来的,都是你昔日段家的仇人。 段英雄,既然来了,今天就别想走了。 冤有头债有主,这次我回孕城,就是来长王柳张,死家算账。 段英雄,你看到我们这么多人,你怕了吗? 我不是怕,我是不想杀这么多人。 杀这么多人,你有这个本事。 姓段的,又开始装模作样了。 我当然有了。 老黄,你咋啦?想讹人是吗? 老黄,老黄,鬼大人看看。 姓段的! 你…… 姓段的! 这是你做的! 顾一,你在圣君麾下丛医这么多年,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 哈哈哈哈,圣君? 早已被圣君抛弃。 你在我面前提圣君,也想羞辱我吗? 你的感受与我合观。 再说,当年的事情完全是你咎由自取。 呃,鬼大人! 这段英雄到底咋的,这是什么东西? 他撒的,是圣君平时对付汉图用的卫星伞。 这种毒无色无味,攻起传播。 只要对抛撒九药物者,任何杀念不信就会发作。 但是,只要不对圣唐之人动杀念,便不会发作。 太困难了。 よし! 我不信! 杀念不信! 我封收了你心脏粗的几束血道,别轻易动杀念。 这样不就杀不了那小子了吗 那当然 英雄刚刚过去的时候 走得很慢 就是为了要将温馨 散散到每个人的身上 贱人 你好歹毒啊 对了空家主 我团想起家里有点事 我得先回去 毒房家主 当年段家的事 你也有份 我当时只是段家出事以后 他倒了以后 我弄个钱而已 又没杀人 我打不了把钱还回去 一眼就可以看出 你渗水亏空 尿毒症晚期 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可以用五行金针 帮你根除病根 你怎么知道我有尿毒症的呀 他怎么知道的 是啊 空房家主 你被姓段的骗了 你尿毒症晚期 稍微调查一下 就知道的一清二楚 可是 这姓姓的邪门啊 你诡议还行 空房家主 中医 讲究妄文 问气 人体自山水 脉骨盒 是山川河流 凭借我的看山望水枕龙法 一眼就可以看出 你山水 狗屁的望山看水枕龙法 诡议大人 这小子吹牛的本事 真是一套一套的 我看水枕龙法 属于中医 望文文切 第一流的望气法 我都没学会 姓段的 确实比我极高一筹 段神医 你说根治 我这鸟毒症晚期 是真的吗 我不服 东方家主 你的病 我也可以治 神医大人 听说你脑的 出手费用太高啊 那是当然 我的医术 可以通天 只要你拿出两个亿 我一定帮你根治 鬼医啊鬼医 你还是老样子 死要钱 高端医疗市场 被你这种人破坏 东方家主 我免费帮你治 段神医 求你救救我呀 救你可以 但是 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哈哈哈哈 东方家主 我就知道 这小子一定会耍手段 段神医 你什么条件都可以 只要不是违法的事 违法了我就为难了 我的条件很简单 只要你东方家族的产业 那云城四大家族 却来往 哈哈哈哈 段英雄啊段英雄 我还以为 你能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就这东方家主 这身价不过区区十个亿 就他这点体谅 就算不和我们四大家族 做生意 那有什么关系呀 哈哈哈哈 在座的各位 只要你们身有顽疾 都可以找我 并且免费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和四大家族 段学一切生意来往 使他们为敌 这么多人联合起来 那以后谁还害怕 我们四大家族 不知道这姓段的 是不是在吹牛啊 要是真将我的 心脑血管疾病治好 别说跟四大家族做罪 这个活命 什么都获得出去 哎呀我感觉 师父多了 身上轻松多了 水肿也不见了 什么 我不信 这小子 怎么可能医术如此的高明 我这里配备有从国外请来的顶级死人医生 一查便知 一定是这小子耍了什么手段 这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医术 用真戳几下就好了 你家主 东方家主的尿毒症 真的已经消失了 它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什么 蠢货 你是不是检查错了 我说的都是诗话 滚 先生 以后这场场上 我们东方家可是要多得罪了 只是一个东方家而已 断神医 给我看看 我难受 如果姓断的 把这些人都治疗好了 他们就会拧成一股轮和咱们干了 我们四大家族也扛不住啊 想个办法 对啊 我们出钱 让诡异多出点力 反正这次诡异大会是他的主意 诡异大人 这是十五亿 诡异大人 我这儿也是十五亿 我说您不是之前说好的吗 咱们合伙对付这个姓段的 那怎么还让他出了风头啊 放心 我会说 段兄弟 你的医术似乎不错 不如我们比一比 看谁的诊断手法 更厉害 比就比 预料的病患 现在可以过来 给我看看 断神医 给我看 给我看看 我的手段 就不用说了 有受未干的臭小子 还敢跟鬼医比一数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王俊杰 鬼医偷偷摸摸下毒 都被我家英雄给化解了 你还能有什么本事 没错 我看好断英雄 出生牛犊不怕虎 看来这鬼医 已经活动放假装了 鬼医向来可是有仇必报 你刚才说的话 等比赛完之后 我一定跟鬼医戏说 你 这么小人 哎呀 好了 我感觉我的心脏面好了 哎呀 全身都轻松了 医生 给我检查检查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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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到断神医这么厉害吗 我还是到断神医这里治疗好了 对对对对 不可能 你们是些信断的 像我或者死后的 好的一数 好可能比鬼医还厉害 没想到我女婿这么厉害 我刚才吓坏了 鬼医要下毒 离他们远 这家伙号称鬼医 不然坐视下走 你 你这下毒的方法 来自苗枪吧 可惜 段英雄 你怎么不怕我的混同之术 同样的方法 在我身上 只能施展一回 上次云城 你徒弟冒充圣医 我跟他打过一场 他施展的是和你一样的数 鬼大人 直接杀掉这个 你 你这打这右手很无辜了 咱们赶紧跑吧 天一 你和施行当年的形势一样 总是肆无忌惮 你的温毒真气 施展 我不管 姓段 以前有圣军照着你 我们没有分出高低 今天 既分高下 也决生死 等等 你继续要跟鬼异多下去 多少人 老想跟我决斗 跟我来 怕你不成 妈 我求求你 能不能再去孔家打听打听 英雄跟鬼异在龙山上双双消失 已经两天没有消息了 你叫我 你叫我什么 妈 我可不敢当你妈 现在谁要跟你扯上关系 那我们住家可就万劫不复了 妈 别开玩笑了 我开什么玩笑了 现在云城各大世家都在流传 你那个废物老公被鬼异给抓走了 你 据说鬼异要拿你那个废物老公在圣衣受勋仪式上 要讨好圣衣 在这个节骨眼上 谁敢去救他呀 妈 你该不会听错了吧 是不可能 英雄他 有什么不可能的 真以为断英雄那狗东西 能赢得了鬼异吗 鬼异大人可是曾一度跟圣衣并肩的高手 灵溪啊 我劝你早点给那个倒霉东西 只能后世 明天就是圣衣受薪已逝 你老公 动不动去爱装圣衣 死定了 明天就是求圣衣 一定不能让英雄有事 朵朵不能没有爸爸 不是 求圣衣 你先想一想 你能见到圣衣吗 那要邀请好 你连寿勋仪式的会场都去不了 听说寿勋仪式是下午两天 这一大早 这么多人 毕竟是圣衣的手续仪式 能不及其吗 听说鬼异也会在手续仪式上出现 还会将喜欢冒充圣衣的那个断英雄 当做礼物送给圣衣 很是期待啊 那个断英雄真是太可恶了 他可不是一次冒充圣衣了呀 英雄 你千万不要有事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我们可是坐在了最前排 海燕 我们比王家刘家 做的都靠前呢 毕竟我们拿的可是至尊邀请函 这至尊邀请函可以携带全家十二口人一起进里 今天早晨 灵溪还堵住我 求我带她进 灵溪那个美雄 要不是她那个断英雄 三天两头的装圣梯 这两天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提心掉 这提心吊胆的日子 以后不会再有 只要我们抱着圣衣这条大腿 我们住进就能一跃成为一流世界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 大哥大哥 放我进去 放我进去 保安大哥 求求你醒醒好 你就放我进去 你想想 不能进就是不能进 没有邀请寒 一定不止进 求求你了保安大哥 求求你了 叫魂呢 灵溪你怎么跟个牛皮糖一样 非要死缠烂的 圣衣上那是何等人物 岂是你个罪孽之人的亲眷 妈 英雄下落不明 见圣衣是唯一的希望了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断英雄惹弄了圣衣 他死有没力 我们要是带你进去 万一圣衣震怒 那岂不是要连累我们住的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助灵溪赶紧给我滚 今天我们住家面见圣衣 要是被你给拖累了 我们好不容易搞来的邀请寒 要是被他连累了 救完了 赶紧低头 走走走走走 队小强 管管你姐姐 他在这吵吵嚷嚷嚷的 要是惊扰了圣衣 你们家可就要倒大霉了 姐 别闹了行不行 小强 你一定得帮帮姐 带我进会场 姐 不是我说你 你做人怎么能那么自私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个断英雄三番两次得的圣衣 还冒充圣衣 就算他活着 他也是个罪人 我们躲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提他求 你怎么不能这样 你姐夫好歹也送了你们一套 价值两个亿的别墅 两个亿啊 别别别 姐 那个两个亿的别墅 可是我砸金蛋砸来的 还他断英雄什么事 对啊 姐 别老是拿那个别墅的事情 来邀功了好不好 你也看到了啊 那天是小梅自己砸的金蛋 那断英雄有什么关系 就是 莫名其妙 不是啊 那别墅我搬过英雄了 确实是英雄的名额呀 姐 你要非说我们欠你人情的话 行 你就说吧 反正那断英雄 不管是生是死 谁沾谁倒霉 朱木寸荒 段先生是何等人 自然有你这样的亲戚 你是紫生地产的 那个董事长 傅小姐 肯定是工作人员的书 不然的话 你要给你送 要求他们去 这是我的要求 你拿着入口吧 怎么可能呢 这盛怀云 可是京城来的大佬啊 他怎么能 对灵溪这小贱人 这么的恭敬啊 那就谢谢盛董事长啊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能为助小锦下劳 是盛母的荣幸啊 对了 二位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 你们所住的鼎盛一号 从明天开始 我要正式 盛董事长 你怎么能这么 不讲信誉 我们可是签了合同呢 鼎盛一号 一开始就是 段先生的奖品 后面段先生 给你们签 转让协议 整个流程并不规范 我只是看在 段先生的面子上 你才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既然 你们对段先生 如此不敬 那我只好把他收回来 姐 你快帮我 跟盛董事长好好说话 那鼎盛一号 可是价值两个月 那是我跟小梅的婚房啊 对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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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能怎么办 我们得尽量 把他给整出去 总有一种不好的预点 还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哎呀 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他那天拿的 灵溪 你还真进来啊 别以为你进来了 就能救段英雄 谁去的话 就赶紧跑 万一惹了圣衣不悦 还要连累我们住家 还想救段英雄 只不说段英雄 是生是死 就算段英雄活着 都怕也是生不如死 回忆大人 可不会放过段家于孽 王秋风 你赶紧把这个 不知所谓的女人 给我哄出去 段英雄 就是个臭狗屎 谁被他粘上 怎么要好下场 你没听到吗 灵溪 你可是把我们 住家人的脸 都给丢尽了 我今日当着 云城住大家人的面宣布 从今日起 住灵溪 不再是我住家的人 好 就算以后不是住家人 我也要救英雄 我绝对不离开这儿 你竟然还活着呢 英雄 你还活着 朵朵知道这个消息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可不想朵朵没有爸爸 这两天 让你担心 这可真是好人不偿命 我还一千年呀 就连鬼衣都没有把你给弄死 你又冒出来了 黄秋风 你的嘴巴 这一如既往臭 别嚣张 你多次伪装圣衣 待会儿圣衣出来 我要向他老人家 禀报此事 短英雄 你敢打我 妈妈 妈 你没有机会禀报圣衣了 我宣布 住家的至尊邀请函 会 你有什么资格 取消我们住家 至尊邀请函 妈 你别被他给骗了 他现在装圣衣都装上你了 净断的 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让鬼衣大人饶了你的狗命 钱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来到这里 待会儿 我们四大家族会联合起来 禀告圣衣 说你冒出圣衣的事 没错 断英雄 今天你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断英雄 我差点又被你给护佣了 今天死定了 我们孔家的旧账 还没跟你算 当然 人才算不算无所谓 反正 圣衣一定不会饶过你 鬼衣大人 你果然还活着 看来传言不假 鬼衣大人 将这杏断的余孽放在圣衣的寿寻仪式上 杀 看来杏断的没有死 果然是鬼衣大人幽宿了 杏断的 我刚才差点又被你给护住了 原来是鬼衣大人 故意不杀你 要把你留在圣衣圣寻仪式上 灵溪妹妹 你当年什么眼光 要这么个短命鬼 医生 要不你还是快逃走吧 老婆 你一定那么想说 伯依 既然你来了 看来你有心唱我 还不速速跪下 求求你给我解药吧 自从中了你的前骨伞 我这几天每天骨头 就像有一千只虫子在撕咬 难道说 鬼衣和这个杏断的比试 输了 不会吧 杏断的这么厉害 我瞧瞧你了 以前是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圣衣大人 圣衣 你是不是疯了 这 这不是在胡言乱语吗 乱英雄 怎么可能是圣衣 鬼衣大人 你怎么像这个断扎鱼 你也吓得过呀 全都乱了 这不可能是圣衣 圣衣大人 我现在全身还是好痒 原来在省军会下时 你已对我手下留情 可是我 全将仇报 却胜一大人恕罪 我本打算不与你计较 但是我查出 当您命我断家之人 一 断家给你无缘无求 为何要这样做 都怪我贪财 收了这四大家族的钱 原来 谢谢圣衣 谢谢 将他武功废拒 去圣军回下医疗队 遵照圣衣吩咐 合计 参见圣衣 圣衣 这段英雄 居然真的是圣衣 不可能 断家余孽竟然是圣衣 这下话 你们再侮辱圣衣一句 杀无赦 大人 苗将有变 圣军以前我镇压叛队 不过 圣军一试的 严戎审真 和圣军令都已送 解此令 不见圣军 参见圣军 老婆 我说过 会保护你一生一世 你真的是圣衣啊 我在你面前可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是圣衣 只是有人不信而已 你别取消我了 完了完了 特地完了 你的酒账加上现在的心账 我和孔家 真 真 真的 真的 我 你这个性断的果然是圣衣啊 你说可笑我家的小子 还 还敢惦记人家圣衣的老婆 哎呀 我的好女婿啊 你说一定要原谅妈呀 妈是被猪油缝了心 都是 都是孔香瑞他们 不过我的呀 黄秋芳 你别急 今天心除旧账 一块算 张刘王孔四大家族 好狠 勾结滚意 煽动众人 本来断家面门之事 我不打算追究 但是如此 心除旧账 我们一起算 我不服 伍匿圣衣者 都是这个下场 饶命啊 我们滚出云城 好女婿 你 你给句准话呀 好女婿 妈刚才 真的都是开玩笑的 虽然灵溪 不是我亲生的 但也是我辛辛苦苦 养了十几年呀 我怎么能 真的把他给 逐出住家呢 我那是 开玩笑的呀 哎呀 王秋芳 我最后再叫你一声 以后 我跟住家恩断义绝 再也没有任何千里 灵溪啊 灵溪 你不能这么绝情呀 黄夏雪 你们干什么 你们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东方家主 王家家主 你们云城 昔日老家族 当年断家被灭门 你们落井下石 如今 你们每个家族 宣出一千万座慈善 此时一笔勾销 老婆 九五年里 让你受苦了 我回来之前 就曾发过誓 一定要让你做 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再嫁给我一次吧 我还愿意啊 哈哈哈哈 好